各位大家好,今天Dixon Biology為大家講解的就是2023年的E2A題 其實這條答案百分比其實又不是太理想 但是如果你有根據Dixon Biology去溫習的話 其實這條題目是超級簡單的,真的超級簡單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題目是講香港的調查 現在出題的趨勢都很喜歡出本地的題目 他就告訴你污爾物X在人體內累積的情況 他就拿了人類內的母語作為分析 想看看年紀,例如膳食和健康狀態的資料 然後就給你兩幅圖 一個就是年紀,就是母語X在母語的濃度 以及每週進食海鮮的次數 以及母語裡面的污爾物X的濃度 其實他可以給你看的,就是想告訴你 應該是會跟年紀有關 以及也會跟進食海鮮的次數有關 在每週裡面 題目就問你參考以上兩圖 舉出兩個證據 現在這期的題目很流行找東西 支持污爾物X在人體內累積 記得解釋個答案 根據這幅圖怎麼看呢 第一幅圖 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會看到去到37、38 你會看到這個數值 污爾物X是異常高的 在母語上 簡單來說 隨著時間、年紀增加的話 污爾物X就累積了 其實很容易去處理 第二幅圖就是 每週進食海鮮的次數 如果是6至9次滑以上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的劑量也挺多 所以一樣道理 如果每週進食的次數較多的話 即是進食較多海鮮 都會有污爾物X的累積 下四分就是這樣 四分拿兩分 拿一半分數 有些同學找不到兩個證據 但是分開兩幅圖去看 就非常之簡單 接著第二題 第二題 過去歷介試題問過兩年 今年就是第三年 問來問去 都是問你污爾物X的 三種常見的特徵 其實那些是性質 你說特徵 可能那些同學生 其實你在問什麼 有什麼性質呢 那些污爾物X的 滋溶性 不能夠降解 不能夠排泄 就是這三種東西 就拿了三分 但很遺憾地 三分就是拿一分 為什麼呢 特徵 人家問你特徵 但問題是 可能你詮釋不到特徵 其實是問你那些性質 即是那些化物質的 Nature 性質在身體裡面的話 你就答不到這些答案 所以記得 One Path Saber 理解就是這個情況 然後提出 為什麼母語作為一個指標 為什麼應變項是用母語呢 原因就是因為 你脂溶性 而母語裡面有脂質 而脂質的污爾物 我能夠在母語裡面找到 所以你要答得到的就是 母語裡面有脂質 而那些污爾物X是脂溶性 關係就是這樣 而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就是 母語怎麼來的 母語在身體或者乳腺裡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就能夠反映到 首先第一件事 你的體細胞裡面 究竟你有多少污爾物 而導致到你的身體裡面 產生的那些產品 例如母語出來 那落到那些污爾物 所以到後期就是這兩點 但你會見到 兩分裡面就是拿0.35分 其實同學仔答不到這些題目 但這些題目是問你們 例如自變項影響應變項 為什麼會用這個應變項去量 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你是要寫得出來的 然後到最後的一條問題 就是叫你提出 釋放這個生物 類積的污染物到環境 的人類兩個活動 其實在E2裡面 一直都在說 人類的出現 人類的活動 就會破壞整個生態環境 生態環境的課裡面 就是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整個生態的特徵是怎樣 E2是在讀人類的出現 人類的活動 導致怎樣破壞環境 所以用貨本裡面的flow去想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農地噴上一些殺蟲劑 然後就會衝入河流 第二件事就是 工廠排放出來的污染物 就會流入河流 或者海洋 就這樣拿了兩分 但兩分裡面 就拿到0.7分 即是告訴你一個訊息是什麼 很多時候 同學是真的有溫書 或者有one part paper 但是都看到那個情況就是什麼 其實同學答案的百分比 相對來說是低的 原因就是可能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未必太掌握到 其實那個問題的問法 導致你答不到那個情況 即是簡單類似那個 的check GDP 那下去 你是要問對問題 才能夠出到答案 如果問到問題 其實很難回答的情況之下 其實考生是很難能夠答到答案的 但是 Dixon Biology 1 E2的做法 記得 E2裡面的 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一定要分析得很透徹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掌握到究竟你怎樣去答的 希望今天Dixon Biology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 2023年的E2A題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